谢霆锋发文称想念张博之,大儿子回应四个字,让他无地自容。 首先谢谢你长得那么美,还来看小编的文章,小编成荒成空,要是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诉小编吗? 无论好话小编,都会认真看小编会根据你的意见不断改进,希望能给你带来更多的有意思有趣的文字,希望你能多多,支持愿你天天好心情,在娱乐圈中在一些大牌明星与大牌明星之间,总是存在着一些情感纠葛。 有些人恩恩爱爱的过了一辈子,突然向大众宣布离婚,有些人本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有什么交集,那在前不久谢霆锋在某个社交软件上发文表示想,加了一次思念张博之原来,是剧知情者爆料王妃李亚鹏又世纪同框,大家都知道李亚鹏号称,中国好前任,两人离婚这么久,可是在一起, 却仿佛给人没有离婚的感觉,李亚鹏还当中夸王妃漂亮呢,不过这可让谢霆锋打翻了醋坦字,难怪谢霆锋在某社交网站发表想加想张博之的心情了,而谢霆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正,一番感慨却让网友们怒了,王妃不理你,你就想起,张博之啊你当张博之是什么人啊,话虽然听着不好听, 但是谢霆锋这话说的,确实有点朝三暮四的感觉,标签,谢霆锋,张博之,大儿子,小编,易见,不过当谢霆锋发文表示,想加后他的大儿子却只回应了四个字,不欢迎你,无疑这四个字回复的样子, 霆锋无地自容确实啊,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欢迎自己,那看来谢霆锋这个爸爸当得很失败啊,在和王妃在一起,之后谢霆锋完全不顾自己两个儿子的事情了, 当那两个儿子过生日的时候谢霆锋都没有送上自己的祝福,如今他的大儿子这样回应, 不少网友都表示,话虽然扎心了,但觉得大儿子说的话没有错啊,欢迎朋友们来吐槽小编,真是,不胜荣幸,动动手指给点意见, 有什么想说的,都可以留言好的话的小编,都会虚心接受,小编会努力改进,希望给你带来很多的欢乐。 。